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1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十一玉兰 花莲幸福圣诞城迈入第四年 日前点灯开幕 那么从21号起三大主题市集也正式登场 那延续了去年方舟市集沉浸市体验 期盼邀请乡亲,共度温馨圣诞节庆 迈入第四年的花莲幸福圣诞城 19日晚间在幸福前石雕广场点灯开幕 以后疫情时代为概念 结合圣经诺雅方舟故事的幸福方舟为爱启程为主题 邀请现在孩童与家长扮演动物 演绎诺雅方舟故事 18公尺长剧行方舟装置 结合艺术展览与戏剧表演 邀邀请民众沉浸在圣诞庆典 而今年我们更用幸福方舟为爱启程 来让我们迎向崭新的新未来 我想纵同度过了两年 有很多的人生有很多的奇迹 如高高低低 有高山也有幽谷 但是我们都因为爱 因为信心 因为信仰 我们坚持来走过 而今天我们用诺雅方舟 希望大家在突破混进之后 面向新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期盼 很新的希望 尤其是明年要迈向2023年 也就是新的年度 尤其是对花莲 有失的花莲 有失的花莲 幸福的花莲 我们更有非常非常厉害的工作 以及非常多的任务 必须继续来对付之心 今年登场三个主题市集 曾经是体验方舟市集 邀请纸雕艺术家创作动物纸雕展览 圣诞松游会野餐市集 则邀请多家摊商和提供野餐空间 输工派对则找来胖卡餐车 市集从12月21日至25日 方舟展览即已起至明年1月1日 邀请大家在岁末起居花莲 记者讲帮演花莲师报导 请大家在岁末起居花莲